原住民增化边保留地政策推动30多年 但是多数族人因为面临还没有边地使用地类别 而无法取得土地 立委政天才在中央立法院积极协调 原民会之后获得正面回应 并且在111年的12月正式发函给县市政府 可以受离原住民保留地申办登记 先元林玉芬积极会者发现南区三乡镇有500多笔 因此会同了立委政天才 还特别到玉里镇的中正台召开了说明会 要解决也维护部落族人的土地权益 先元林玉芬在台上足以点念地段地号 台下族人仔细比对 这些原住民保留地尚未编定使用地类别 而无法取得原住民地权的土地 现在都可以依法规申请办理原保地 原民会在109年以上未编定用地类别的土地法令意见 驳回原保地的审办 法律出身的立委政天才 则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 依林业用地面积来计算为由 与原民会协商成功 并且在111年12月份正式发函 两个县市政府来办理 一份代表的时候 现在是一年了 他在瑞税有通告这样的案子 在那里呢 在瑞税的齐美 瑞税的齐美 然后后来他走访了一里之后 也要听到一两件这样的土地 所以他就跟我反应 所以我就协调 我在去年的10月31号 协调原民会 我开会在立法院 我也是按照法令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有规定 尚未编定使用地列业的 他的管制就是依林业用地来管制 所以他的面积就可以以林业用地的面积 来计算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开协调会解释 所以中央言民会呢 去年12月 他发了我给所有的县市政府 特别按照我的 这个协调会的记录 可以 可以办理所有权的登记 经县议员林玉芬 积极查访会诊 发现南区三乡镇 尤其玉里副里就有超过500多笔 因此今天下午也特别会同了立委政天才 邀及相关土地的部落族人 召开说明会 除了乡镇公所承办课之外 先议员林玉芬更是对部落族人 而提面命 务必配合相关作业的进行 才能够尽快完成圆宝地的申办 因为那个是鲁子 你自己放弃权利 当然 所以我要拜托大家 只要排到林玉芬 我要拜托你 排除万难 非不得你 一定要到 还有如果你真的不能到 是不是提前跟我们的政公所来讲 然后看人能不能 试着换别人这样子 当然要换是很困难 最好都是你能到台南国防 记住喔 你失去一次机会 你可能是三年五年 因为案件非常多 目前我们一年可以完成的案件 我瑞税事件 一百多件 正在办你的两三千件 你看你这么困难排到你会看 所以我要在这里 要请大家帮忙广告 只要排到会看 千万不要请假 从瑞税乡齐美部落滥伤的元宝地 尚未编定使用定类别 而无法取得土地权的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也将加速完成 未化编的土地 以保障部落族人的权益 记者是玉兰 玉璃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